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在明镜需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一回来的节目现场 我是阿贯安这部新闻 这是你我的口袋 直出在今天开低震荡收下跌87点 在今天有两大利空 第一大利空是昨天 美国的高科技股非常弱势 那达克在昨天大跌了1.7% 第二大利空是出现了 连续34天加零之后的 第一起本土病例 所以这两大立功袭击之下 在今天曾经开盘一度大跌142点 所以这个盘到底是弱 还是弱中透强呢 我们来看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 如果这个盘你说它强嘛 弱中透强它又蛮弱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连续三天想要挑战 攻克万八都功败垂成 所以真的好像也蛮弱的 散户蛮怕的 但你说很弱 它又不怎么弱 为什么呢 从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其实是留下了下一线 再加上周线 我们来看周线 因为今天是礼拜五 周线其实收了连续两根红K棒 同时在今天的K线 又占上了所有均线 占上所有均线 再加上收了两根周K红K棒 你说它弱 它也不弱 似乎弱中透强 特别是OTC还创下十四年来的新高 所以这个盘到底是弱 还是弱中透强 散户到底该不该怕呢 广告来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财经所助理教授谢陈燕 老官好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谢宗玲 全家好 大家好 汪博头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财经所助理教授朱月中老师 大家好 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老官好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广告带您来关心的是 美股收黑 台湾出现了本土案例 所以在今天下跌了八十七点 三大法人联手卖超四十五点一二亿 外资在纪念式站在买方的 卖了三十二亿 所以蔡总统要带我们来看 这个盘到底该不该怕 我觉得主力是不怕的 主力不怕 对 散户蛮怕的 我们大部分的观众是散户 但是关键的时刻 看盘必须用主力的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空袭一堆 但是昨天美国除了科技股以外 跌最深的是罗素两仙 代表的小型股 因为通常升息的压力出来以后 小型企业比较撑不住 它昨天跌两%多 但你看台湾的这些小型股 尤其是铜版的股票 今天盘不好 还是有涨停板的一堂拉股 再过来 最具指标的应该是比特币 比特币是最敏感 上个礼拜六 虽然我们股市已经收市了 但比特币上个礼拜六突然蹦跌 因为就担心那个通膨 从差不多5万6 就直接给它跌到4万2 跌了1万4千块 但你看 昨天美国股市在跌的时候 比特币也跌 但今天到目前为止的今天 已经开始反弹了 你不在乖吗 逐利没在怕 好 再过来 我们昨天也掌握了 瑞宣的内线交易 照理说应该要跌停板 对 董事长家族十几个人都涉案 这样的公司没有跌停板 今天当然是跌没有错 但至少它没有跌停板 跌了6% 再过来 我们说小摩 不是看不好经验代工吗 外资大卖10万张 对 大卖10万张 昨天联电的AD是第二天的利空的时候 跌了3% 跌3% 但今天的现货只有跌 0.78% 对 也没你怕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外资 假如说外资今天真的怕的话 应该至少卖超百亿 但是它在今天只有卖超32亿 对 当然像联电它还继续卖 但是已经有点卖不下去了 大同这个本来就在卖中石化 或者台拨 比较特别的 长龙开始卖了 卖了7000多张 但是我们也发现 它有卖长龙跟阳明 但是万海没卖 所以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假如卖的话 那我观察一下什么 货月三雄都一起卖 三雄都卖 我们来看一下万海 2615的万海 万海这期表现很好 对 再从波段新高 对 外资没有卖 一二三四五 五天的买进了 当然今天买的不多了 买800多张 但至少没有卖 那外资到底还在买什么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外资的这个买超 航空啊 不离不弃啊 对不对 华航啊 长龙航啊 还有中信机 中钢也继续的买进 然后包括面板的这个群创 所以基本上一个结论 好像大家不太怕 主力不太怕 主力不太怕 但是散户蛮怕的 来 长信来看一下散户 散户蛮怕的 我们为什么说散户蛮怕 因为融资最近在减 因为散户看 万八连续三次没有过 我们经常说一鼓作气 再而摔三而结 三次没过散户就还热了 对不对 就开始买高票 散户在这个地方卖股票 到底是卖得对还是卖得错呢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大盘 大盘K线 大家知道 现在的问题点就在于说 大盘的K线是量能没有过 所以你看下沙有量 反弹到这高档无量 那连续几天都没有办法过高 所以现在有一个重点 就是下礼拜一定要补量 没有补量 我们在股市讲一句话 叫做量先价型 你如果量一直下来 这边一定会势必回档修正 所以整个现在的盘面就是说 散户会怕 主力虽然不怕 可是外资我提醒大家 外资在今天在现货卖 那期货也空 所以相对来说 这盘我认为高档 可能不容易突破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们来看到 那散户怕是对的咯 散户怕 所以说它会先卖 那先卖了之后 下来之后 就有千变啊千变啊 看会不会有低档再拉上去 那今天晚上要公布的CPI数字 大家很担心 对 所以说我先讲 刚才今天讲的没有错 今天晚上公布的CPI 现在在压注已经爆表了 那爆表之后 基本上有可能到6.9 创史上新高 6.9啊 6.9 我们本来只评估6.7 都已经觉得很高了 对 Frober是说6.7 可是我们看到 事实上很多的在压注的 都压到6.9 所以今天晚上大家留意 如果开出来超过6.9 那为什么害怕 我们就讲给大家听 因为CPI爆表 就有可能是提前加息 提前升息 对 所以说 所以说昨天晚上 东布的怎么样 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创新低 听起来很棒对不对 对 可是问题是 如果失业的人变少 FED不怕了 我可以升息了嘛 对不对 不怕了嘛 如果说今天 大家都失业 我就不敢升息了嘛 所以说 这种所谓的 对于这些劳工的数据 越好的话 升息的可能性越高 就越大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你看 失业的也是一样 接近什么 第一点 所以你看 失业率降低 然后失业的这个 失业的金人数 创新低 基本上对于美国来说 FED现在要对抗就是什么 就对抗同膨 现在如果物价 hold不住 那基本上呢 整个这个 缩表跟升息就要拉前了 所以畅信你看 如果提前的话 有可能在什么时候会升息 好 我们看下一张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是一个升息的几率 这个叫升息两码的几率 往下降 这是我觉得比较担心的地方 那升息三码的几率 三码往上升 对啊 所以这是全年度升息三码 各位想想看 如果全年度要升息三码 可能本来从第三季才升息的 拉到第二季就升息了 第二季 所以等于是说 我本来有半年可以准备的时间 现在剩下了 剩下三个月可以准备 所以现在大家头毛在收 所以今天晚上 美国的这个CPI真的不能大涨 如果大涨的状况下呢 基本上美国应该会怎么 提前会这样的几率 大家可以去注意这个几率 基于如果上升 就有可能会提前升息 那科技股的压力就蛮大了 对 所以说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会怕 回到算一下 我会怕 其实不怕 但是你要去思考一个重点是 假设升息 假设现在要缩表 不是要减减减 不是要减减减减 是说什么都会被影响 其实对于传产股好 可是对于科技类股 你要稍微去留意 比如说我把这些统计起来 这是标普500 整体今年涨27% 然后科技类股涨37% 所以最近在弯头嘛 原物量的传产股涨20几% 所以等于是说 有没有机会做一个所谓的死亡交叉 就是科技股下 传产股上 然后美股维持高档 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产生 各位看到 其实昨天晚上 科技类股真的跌得蛮凶 所以资金流向 似乎已经开始出现改变了 对 第二个是AMD AMD其实它的比比是相对低 可是它还在高档往下跌 所以包含NVIDIA跟AMD 我认为 如果没有办法短线创高的话 有高档的风险 对 台股相对的电子股 就有可能会有风险 可是反过来我刚才讲 有好就有 传产 对 有不好就有好 所以要给大家这些好消息 传产内容我们来看两个 第一个叫美国的钢铁股 这叫纽科 纽科钢铁其实 反而在这一波是什么 持续的跌高 明年又有基建 所以做美股的人 我这边提醒一下 明年的这些公用事业 优势基本上就看这种就好了 相对来说它比较有什么 比较有利基点 所以科技类股本利比如果修正 钱如果进到这边的话 指数还是撑着 所以各位看到 随便道琼比较强 科技股比较弱 那再来这个叫什么 Nike Nike是消费 复苏型的消费 其实它也在高档相对比较强势 所以我认为消费板块 和这些钢铁板块 应该是接下来可能会做撑盘 好 这是在美国 那台湾呢 对 台湾的资金流向 是不是也开始 透露一些不寻常的 对 所以你看 像今天盘比较弱势 你看那整体来说 今天只谁涨 生计医疗 纺织 它比较强 那食品 电缆 你看这些今天涨的部分 是传产 对 都是传产 那你看今天的什么 半导体 运输 这些都在做回档 所以我提供大家一个重点 就是说资金流向的比重 如果说开始从电子 我昨天有提到 如果说 前天提到 如果说半导体的资金上不来 那连电又被卖的话 这边的话相对压力会比较重 好 我们来看资金大挪移 所以强弱股 现在开始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 对 那所以我们看到连电的话就在这里 所以连电的时候 你看台积电跟连电 现在半导体也弱了 对 也弱 旱壘也弱 旱壘之前是真的很强 可是你看 月线一直上不去 然后又下弯 那外资又买 那你看大同不用说 这个就是 可能是内资外资都一起都在卖 所以这三个是盘面的弱势股 可是反过来盘面的强势股 各位可以看到 一定是在月线以上 所以很简单 板卡 对 板卡 那国硕你看今天还亮灯往上拉 东减你看特化类的台股还是往上拉 所以我认为其实观众朋友这样 不管说你是散户还是阻力 很简单 你的股票在月线以上安心 你的股票在月线以下 你要稍微 尤其如果月线以下又是科技股 我认为还是要调节 好 所以我们来请教各位 今天晚上要公布CPI非常重要 如果超乎预期 市场原本的预期是6.7 假设公布出来的数字超过6.7 下周我们的策略 要不要改成 卖电子买传产 策略要不要因为CPI而变动 请举牌 CPI如果爆表突破6.7 要不要卖电子买传产 好 我们看到有两票建议 要转进传产 有两票认为不用 一票在中间 来 老师 朱老师 老师认为不用 我记得基本上是通通都要跑 好 我比较悲观 你所谓的不用的意思是 不是不用跑 是都要跑 不是全线 是偷要跑 全线电子都要跑 对 因为下礼拜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联准会14到15号要开 今年的最后一次会议 所以重大的事情都会在那时候宣布 所以今天的CPI只是第一个讯号 那下礼拜的这个联准会会议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下礼拜 对 所以我觉得下礼拜 我个人是比较悲观一点 来 陈彦 对 我一直在期待能够CUE我 因为基本上 你刚刚是举什么 我举中间 中间为什么 就希望你能CUE我 因为只有我跟别人不一样 对啊 只有这样才能被CUE到 其实我要特别强调 大家现在对升息的这种恐惧 有点太早了 因为我 可是下周就会有 我跟大家讲 真正会升息一定在八月份 明年最快就是明年八月 但是下周可能会是去习 什么一定在八月 对 基本上他讲 没有错 股市会震荡 但是我认为只要跌 昌星不同意嘛 昌星认为不会到八月 我说看那个机率图 如果一直往上的话 那也要调整啦 对不对 对 基本上 你缩表也是六月嘛 再怎么快也是八月 但我的重点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如果这个回档 高本益比的 我真的觉得是要卖 没有错 这个我们在节目上 一直维持这样的定调 但是我认为 如果他今天本益比低的 尤其是有这个产业趋势 电动车 半导体 我都觉得还好 我觉得这个就不用下到全部调 然后航运的部分 我觉得也不用调 海运的部分 我们就是在等他 等这一次 你篮子里有电子也有全产 对 关键是低本益比的 对 高本益比的 我觉得是要调 但是我觉得 可是我不同意 刚才我举叉 你刚才说缩表是到明年六月 对不对 但是刚才朱老师讲的 如果联准会说出来说 缩表 他加速缩表 对不对 这有可能 其实六月就是加速过了 再加速 我觉得不容易 不容易 高盛说三月结束 现在已经有传出 高盛说三月的声音 高盛这台语叫高赛 这不用太下意 但我没有诬蔑他的意思 我觉得他有时候 都用很极端的速度在讲 我觉得不一定要真的 太紧迫了 下礼拜就知道答案了 对 下礼拜 我们刚刚谈到 到底该不该怕 因为万八已经连续三次 往上挑战 功败垂成 但你说要怕 好像这个盘又落中透强 所以我问一下宗宁 该不该怕 我们刚刚看到主力 蔡总说主力没在乎 三月多少也有在乎 那投信或其他法人呢 我觉得真的不用怕 不用怕 今天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买对股 族群买对股票 你才可以赚钱的 不是看大盘可以赚钱的 买对族群买对股票 但是大盘多少也要看 整个盘面的气氛会有影响 娟姐 你听我讲完这四支 你再回来看 看是不是需要看大盘 今年很多人都说台育店没涨 其实台育店不是没涨 它是在这边600块盘的 但是它第一季涨过了 它第一季涨到679块 它涨第一季 第一季的话涨完休息 第一季因为我们已经太遥远 我都忘记了 好 那我们讲第二季 第二季换涨什么 第二季换涨长龙 长龙从40几块 涨到233块 那个起涨你应该给乘以5 可是我们只记得7月份以后 长龙跌得好惨 对 也就是长龙 但是我说的不是长龙 就整块航运股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第三季 第三季换涨什么 换涨车用半导体 NCU什么 第三季的涨 这些东西 对 缺货潮 一直涨 新唐它也涨了一倍 对不对 也涨一倍 那进入到第四季 涨元宇宙 对不对 元宇宙 说实在这近情 大盘在干嘛跟他没有关系 他第四季哔哩啪狂涨上来 娟姐 我要说的是什么 每一季都有代表的股票 代表的族群 你把这些股票你拿去跟大盘对一对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根本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没关系 完全是 没什么关系 就是大盘走他的 然后这些股票涨自己的 所以缴对股票才是关系 对 所以缴对股票才是重点 那刚刚我们讲说 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大盘有危险的话 其实有危险的话 其实投信他一定要卡股票 为什么 投信他规定 持股七成以下 我要减半管理费 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 把股票卡到七成以上 所以就是他有这个部分在 所以我才会想说你要找什么 你要找那个 对的族群 因为对的族群 通常都是投信在拱的 那如果说我们以近期来看的话 就是法人 如果说以投信来讲的话 对不对 投信我们再加个外资 可能会稍微稳一点对不对 如果说你要稳的话 其实像这些股票 这六支都是近期投信 外资同步在买的 这外资跟投信同步有买的 对 当然不是说 有鸡 技嘉 友达 长榮航空 中美金和金元 对 当然其实像这些股票 只是代表股票 他们都什么 他们都是有族群性的 比如说像你说长榮航 超榮航他一定带了什么 他一定带了华航 扭一支 两航一支就带了起来 会跟着嘛 对 所以像这个 你没有发觉这个有疫情 但是他可以创新高 他今天虽然有证 但是他也是创新高 所以像这股票基本上 我认为还是可以留意 还是可以留意 那真的友达 友达 友达你拉的群创嘛 那今年倾差算算的 今年贪6块 那现在是不是要准备 今年要结束嘛 明年年初要干嘛 都要讲说那个股息要配多少 倾差配职率也是很高嘛 所以像这股票基本上 他们都是有全职的哦 但有全职的话 如果说卡位卡在这边 这些股票如果不大跌的话 你台电 零电不大跌的话 你指数怎么可能会大跌 所以不要管指数 我觉得很难啦 那像这个技嘉就是元宇宙嘛 元宇宙好像NVIDIA NVIDIA 创新高 可是刚才说NVIDIA 便宜比也太高了 没有 便宜比高归高 但是呢 你有没有东西可以取代它 不好意思 你元宇宙里面 它就是最好的 你根本无可取代 那无可取代的话 那台湾 台湾就是技嘉 微信这些啊 所以呢 所以你说今天 大盘震荡下跌对不对 它创新高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 陈彦你刚才举手要发音吗 支持 没有我支持他的NVIDIA 支持他好 支持他好 所以像这个就是 它的趋势是对的 那再像中美金 因为中美金 其实它不只它在涨你知道吗 合金啊 台胜科 台胜科昨天一个黑一棒 可能大家吓一跳 结果今天呢 屁啪又走 来 我们看一下台胜科 所以昨天吓到的投资人 今天又上去了 会不会吓出去的 今天就完蛋了 对啊 你看这 长头信 卖个几张下下跌 你今天呢 昨天卖的 全部就要被买回来 所以像这怎么样 就是已经涨到这个部分 就是完全没迫切 而且投资 第四季嘛 这么多 所以你就是要告诉我们 不用怕 叠才不用怕 因为我觉得很多散户 在这个地方其实很担心 对 就是我从一开始讲 那四个族群 就是在跟大家说 你这些强制股 跟大盘比较起来的 根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买对族群 买对个股才比较重要 买对个股就不用怕 对啦 来 十一月营收会大成长的 对 这些都是已经公布 十一月营收的 那公布十一月营收的话 我们先看公布好 但是没涨的 因为公布好 没涨的代表什么 代表可能最好的状况 可能过了 或者说法人的目标区已经到了 像这个康普 这做电池的 然后这个顺德做那个 车用一样导线架的 像这资源IA设计 搞老半天 这些涨过了 对 涨过了 而且法人基本上 开始在卖 像资源 一直有题材 但是200块一直上过去 所以像这部分 法人在卖 基本上你就要稍微小心 那如果说像这个都是什么 台料年金跟加登 对 公布出来营收不错的 这个加登 我上次跟大家提到过 台积电的那个 仰天三大洲 现在在疯狂拉货 3680 就是买它的什么 就是买它的那个光照盒 那光照盒 它竟然创新高啊 投信一样 这不是便宜的股票 这是贵的股票 那英特格不是要来台湾设厂了吗 菁姐 我跟你讲 不会影响到加登 不会 对 换股价 股价最真实 股价不会骗你 台积电的那个光照盒 九成都是买加登的 那英特格来台湾南部 它是什么 人家带着140亿来 你能够不定人家 对 菁姐 我跟你讲 你新闻 昨天我很特别看那个新闻 它不是要来做光照盒 因为它知道台积电 光照盒都买加登的 它是来做特用化学 它来做特用化学 它是来做特用化学的 所以呢 为什么加登 那影响到的其实是日本厂商 对 没错 所以如果说真的有影响的话 它今天就有很多 但是今天创新高 所以没有影响 但是如果说我们刚刚看 那个这三支股票 我认为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 台药 台药 来 6274 因为如果说以投信来讲 其实这支股票都没什么长 对不对 它都没什么长到 其实昨天是不是讲一个 那个什么 那个第一个卫星国家队 它也是你知道吗 它也是国家队 它也是 而且呢 而且我昨天特别看了一下 昨天的第一个卫星国家队 这新闻出来 一出来 外资投信同买的 最后一支就是它 而且呢 它的下档是有直立保护的 它每年可以赚到多少 它每年配股都差不多4%多 就是配4%多 也是说什么 它目前这个价位下档 有4%多的直立保护 然后呢 目前产的满载 因为过去 之前第二季地下去缺料嘛 现在已经不缺了 缺料环节 然后呢 现在订单 订单基本上满载了 所以满载的话呢 再加什么 再加第五位卫星国家队 反而又来的话 它今天投信又买的话 其实 第三季 你是不是看投信吗 位阶低下面有直立保护 投信又来 这个 我这么可以留意这个 这种比较安全的股票 听完我们分析讲完之后 今天晚上比较好睡了 比较不会那么怕了 我们来谈谈台积电 台积电在今天公布 11月份营收 大家都在看 最新的数字 我们第一时间 要帮您做解读 台积电公布出来 11月份数字是 1482.68亿 月增10% 年增18.7% 这是历史第三高 陈彦帮我们解读一下 这个数字 但今天台积电是 小跌三块钱 我讲小跌三块钱 可是营收这个数字 其实是不错 1482亿 历史第三高 而且这个月增10.2 年增率是18.7 但我觉得 可能比法人想要的1500 还是稍微差一点点 稍微低于利息 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 是不错的 整体来讲是不错 所以当然也稍微影响到 联电今天的表现 也小跌一些些 但是联电应该是被小磨害的 当然没错 不要扯到台积电 对 没错 当然我们今天看也奇怪 就是说IC设计的表现比较弱 但是在车用晶片的部分 表现又不错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实际上整体来看 现阶段已经开始在发展 自制晶片的这个趋势 这个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过 不论是亚马逊 Facebook等等 包括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平头哥 大家都要自制晶片 然后当然自制晶片 就交给台积电来代工了嘛 别无所谓 没有别的选择嘛 就是交给这个台积电 就像就像徐伟宁就是交给邱泽 这样的一样的意思嘛 当然现阶段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OPPO 它发表第一款 我觉得它交给台积电比 交给邱泽更放心 当然当然 这肯定 所以像这个OPPO 它的首款晶片 这个名字取得很厉害 叫Mari Silicone 这个Mari前面就是 Mari Silicone 对对 可能我的发音不好请原谅 但前面就是 玛利亚纳海沟前面的字首 为什么 玛利亚沟就充满了神秘嘛 还有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它用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为什么 因为这是它所发表的这个NPU NPU其实比GPU又更猛 GPU又比CPU更厉害嘛 绘图晶片比一般的处理器更强 它是NPU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AI晶片 它的耗能既然只有GPU的1% 所以它可以很快的去处理你的图片 数据实时的一个处理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 我们让大家感受一下 CPU GPU NPU哪有 到底有什么差别 反正英文数字呢 24个英文数字呢 排在越前面的越不厉害就对 对对对 但是基本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感受 因为它处理图片 几十万个图片 你看最左边这华为70970 就是所谓的NPU 那你看我话还没讲完 它已经处理完了 这到底是在干嘛 太快了吧 然后中间是iPhone 然后再来三星 你看还没有到 哇这么慢 你就可以了解这中间 凸显这中间的差距了 当然我们也 我们再看一遍 你看好了 这次还没 但是很快就对 它真的很慢 对 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处理的速度 而且这一次OPPO 因为它有了这个很厉害的晶片 它又要再推一款 推出一支新手机 折叠手机 这个折叠手机 其实我要讲 它费14年 其实2018年已经差不多 可以推出了 可是它中间又要处理这个折叠的问题 叫FINE 这个萤幕折叠以后 中间折痕的问题 还有它想要让它的产品更耐用 所以12月才推出 但实际上三年前就出来 然后它这一次还用了这个 很厉害的镜头 像某一排的镜头是有点突出来 有点难看 某一排我不要讲哪一排 不要讲不要讲 不要讲哪一排 水果 对对对 到时候不好吧 那你看它的镜 而且它要摔的时候镜头会自动 它那个镜头会伸缩 会伸缩 那你要用你可以伸缩 那万一它伸出来 万一你不小心要掉虚 它又自动赶快缩回来保护 而且有防水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好 我们不是在说OPPO好棒棒 我们是在说台积电好棒棒 对对对 因为这个 因为这些晶片都是台积电做的 大家不要误解 不要画错重点 那当然为什么要自研晶片的原因 是因为现在晶片的交期 真的太长了 我们其实看图 去年都还在两个礼拜之内 现在已经拉高到平均22.3天 不管是电源管理IC也好 还是这个MCU也好 已经缺到要拉这么久 真的是缺到 我真的它标下得很好 连鬼都怕 为什么 鬼都说 它没有晶片 这很惊人的事情 据说现在很多产品被偷天换日 因为它没有高级晶片 它就拿低级晶片混冲 我缺晶片难道我车子就不卖了吗 不行吗 这一家叫欧拉 它推了一个车子叫好帽 然后它的宣传就是打说 它这个车型怎么那么像金龟车 对 然后它就是大力宣传嘛 就告诉他们说 我用的是这个高通的八核心啊 有多厉害 你看我AI 我自驾功能什么什么什么的 哇 那真的有网友 当然就买了这台车 然后呢 它要做软体升级的时候 满像mini的也满像mini的 对 然后要升级的时候 奇怪 为什么不能升级 然后它就才发现说 根本就不是高通八核心 它是旧款的Intel四核心啊 根本就不能升级啊 所以它宣传的时候说它是八核心 但是其实它装的 就用旧的嘛 是四核心 缺晶片 然后它就用旧 就是诈骗 所以被爆料以后 它说那我赔你 我赔你人民币七千二 而且之后我帮你免费升级 什么CarPlay HighCar 结果更扯的是 它说的要升级的这些也不存在 就这么夸张 好 但是我们有一点担心的是 跟台湾息息相关的是 杜邦在台湾的厂的产品 现在美国禁止它出货 我们来看新闻 新闻有特别谈到 这些新闻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这是在今天比较新的新闻是 美国准备要禁止杜邦 在台湾制造的晶片研磨酱料进口 对 Intel出来反对了 为什么Intel反对 Intel说 如果这不能出口到美国去的话 那惨了 晶片荒会更严重 其实因为这个是杜邦旗下罗门哈斯做的 这个叫做化学机械研磨酱 这个是我晶片在堆叠当中 我不是会有那个凹凸不平吗 那我要加上这个化学材料 我才能更快缩减我在研磨的过程 那这个其实是台湾或日本 最擅长在制作的 那你说如果不能出口到美国 其实对台积电美国厂 当然有一点点影响 可是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是Intel 因为它就 它就没有办法做那怎么办 它只好再找台积电代工 好 我们回来谈半导体 那半导体强弱怎么看呢 因为你光光看联电台积电就有分歧了 好 我觉得一定是利多的 因为厂一直在盖 不管你Intel怎么样还是自制怎么样 其实对上游的细晶元一定有利 像合金或中美金 所以你会发现最近这些讯息 对他们的股价都没有动摇 尤其是中美金股价还持续创高 然后法人也买进 像这样子均线多头排列法人买进了 我觉得可以续报 而且产业面也是OK的 那IC的部分也是不错 你看像天狱 电源环境IC超缺货 对 你看天狱的部分 它还是这个维持 还拉一个下影线 然后呢MCU 然后像这个智星也是 然后法人也是有在顾 尤其是天狱的部分 然后像迅捷 你看也不错啊 而且外资还持续买超 然后像这个森塔也是MCU 投信也买 当然在这里面 我们还是再看一下中美金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一段时期 中美金整体股价的表现 其实就一直缓步的一个推高 事实上它每天的高点 都一直在往上推高 其实我原本比较担心的是 这个上影线 因为这个上影线 之后连续两个黑K 可是最近过了 这跟大量 大量 然后也过了 也过了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是稳的 但是你要特别 那小新呢 有没有小新的固调 小新的部分 因为目前IC设计 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几乎我觉得大部分 都遇到同样的状况 第一个就是 线型其实不好看 不好看有两种 整理过破线 另外一种就是一直跌的 但是这两种都不好 然后加上我法人也在调节 主要就是这个聚机 力旺 普瑞 金豪科 还有羚羊跟利基 所以这个短线上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避开 就是我刚才牌子举中间的 我认为这车要避开 好 我们来谈谈航运 谈完了电子之后 来谈谈传产的航运 航运在今天爆大量 这是什么量 这是出货量 是换手量吗 所以到底是出货量 还是换手量 今天量实在太大了 对 今天我们看一下 六宫格 航运几乎全面的下跌 但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30%了 它的成交占比反而创增 今天大盘是量数2800亿 所以一般 你如果买买股票都会谨慎的 但是今天反而大家对 航运的信息升高 好 航运现在交通水位来到30% 在今天出大量 有些涨有些跌 所以想问到底这是什么量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应该是一个换手量 换手量 对 但是我们看一下 今天比较少数唯一上涨的 是中辉航做什么 就是做这个货运的一个代理 但是它的空运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大概空运是占了57% 我们对比台华投控 它的空运的占比是27% 换句话说台华投控是比较靠海运 那中辉航是空运 所以你可以看 在营收的报告里面 中辉航不管是10月 或者现在发布了11月 这两个月都是月增 而且都创下历史新高 但台华投控上半年很厉害 涨到300多块 但11月跟11月请注意都越紧了 因为海运的运价是比较有点下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对比了以后 就可以认定现在空运的景气 真的很好 就回来我们看六宫格 我们看一下 长龙航跟华航的最新 出炉的11月份营收 都继续创高 那今天上尾盘是在洗盘 对 我觉得是涨太多 华航 长龙航涨太多 但是盘后的业绩是那么好 我们也对比K线 你看5609的中卫航 底部之后已经越盘越高 有点要往上 但是我们看2636的台华投控 这个因为业绩没有起来 还在盘 所以相对比较弱 对 相对比较弱 再过来大家看到 货柜三雄回来最前面的六宫格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是航空 对不对 我们来谈海运 那货柜三雄只有阳米 是营收创新高的 那长龙跟这个万海 都呈现了一个月减的 尤其这个万海是月减的6% 那长龙是昨天我们有讲过 月减3% 但是要不要紧 我们看上次的这个经验 我们看9月份 因为只要工作天30天的话 他都月减 上次他是10月8号盘后公布了 9月的营收 月减了1.8% 那因为国庆的廉价嘛 所以10月12号就发布了 那一天几乎跌停 跌了9.5% 就这一根 那这一次在这个地方发布 观众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涨了一段 跟那时候发布不一样 那时候是下跌 所以照到你现在假如数字不好的话 应该更大的卖压 但是今天他跌 但跌了4% 跟上次跌了9.5% 其实差距很大 所以蔡总现在在解读的是 航运在今天其实利空不少 第一个利空是在今天 如果从整个租群来讲 是爆大量 但爆量严格来说是下跌的 爆量下跌很多人担心出货 但是从周飞航的角度来看 它不是出货 所以航空即便压回 恐怕只是洗盘 第二个我们解读的是 有多档个股营收出现了月减 但月减太重要了 不欢乐了 认为这个短线的月减 对股价的影响 从历史经验来看 不要紧 第三个利空我要问的是 那BDI连续上涨之后 已经终止涨势 也不要紧吗 最近BDI是连时涨 大概涨了将近30% 但是昨天第一天跌了2.3% 照道理 玉米 为什么要看玉米 它是散装轮里面现货比重 占营收是六成 它是最敏感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 玉米今天只有跌0.5% 再看K线 今天外资开始抄底 外资今天针对了这个玉米的话 并不是卖超 而是买超了3800张 其实它这阵子已经在买了 所以也看得出来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国际的股票 昨天我们讲过马士基 他果然是创历史新高 对 历史新高 但今天大陆的中原海控跟东方海外 股价都涨 尤其中原海控涨了3.41% 大陆又发生一件大事情 我们看下一张 现在浙江的疫情 本土疫情起来了 它有三个地方 林波 造星跟杭州 糟糕又要塞港了 对 我们关心林波 你看昨天它发布出来 这个港口就林波港 在镇海区 港口暂停发货 那个道路把它封起来 封起来以后 现在你说柜子已经到港了 也不能去取货 后来说这个司机可以去取货 但司机要48小时的检测阴性 然后你进去的话 大陆不是每个人都有健康码 你一进去港口 你出来你的健康码就变红色 那有司机要去吗 没有司机要去 对 你被健康码扫成红色 以后多不方便 所以甚至今天台湾 这个都有影响 假如继续封的话 对这些花签 巨子的产业 像4739的康普已经公布 他们在林波的公司 已经配合停工了 好 那我们谈到这么多的利空 再看到国际 包括指标股的上涨 创下历史新高 以及现在塞港的疑虑 都有可能让运价再往上推高 所以在多控杂成之下 今天的航运股虽然有跌 但跌的并不多 刚才总一直强调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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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要紧有两种 一种是你不需要卖 对不对 一种是你可以观察 我们现在能不能买 我们现在能不能买 那是另外一个不要紧的思考 我觉得可能都很多 这些普遍的行业股都涨多了 因为下礼拜我们要知道 联总会的利率决策 这是台北时间的礼拜四 注意礼拜四 所以从一到三 礼拜三 这三天是不确定的 礼拜四的凌晨才知道答案 所以还有三天 这三天我认为 也不是说不要紧说 来到一个地点就一路涨上去 它还会不断的震荡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有三个选项 不要紧有三个可能 一个是你手上有的你不要卖 一个是你可以观察一下 但你不要买 一个是没关系你进去买 所以是哪一种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只要有明显的下跌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买 明显下跌要买 因为我觉得不管决策怎么样 你说升息也不是现在 所以那个不欠的因素 只要消除了以后 股价会上去 所以跌过头 你现在就看哪些股票跌过头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的袭击 看它的现行 现在上上五日线的 最强的是航空 华航跟昌龙航 所以这一种 这个是续报 对 我觉得这个续报 应该看起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它营锁也没问题 那是站在月线之上的就是货柜 长龙跟这个杨敏 但是万海今天没跌 假如万海下礼拜一没有再跌的话 长龙有跌的话 应该是买 但是这个就比较弱 现在在季线之上 比如说散装轮 或者一些以海运为主的台华头控 那这个你最好就再观察就好 再看一下 不必那么急 看清楚了 再说 好 这个就观察就好 所以看不同的机器 有不同的操作策略 既然我们谈到了国际指标固 刚看到了马仕基 看到了中原海控 我们来谈谈特斯拉 特斯拉动辄影响到 全世界的电动车干年故 所以特斯拉最近下跌 到底该怎么解读呢 特斯拉一路跌跌跌 其实最近一直在跌 什么原因让它下跌呢 我们看到特斯拉 其实这一个月以来跌了17% 有人说是因为中国市债率出现衰减 有人说是因为特斯拉 现在被有关当局盯上了 因为它边开边玩游戏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会让它的车子更危险 也有人担心 它的故障率频频 影响到它的自驾功能 所以特斯拉最近怎么回事 股价一直跌 朱老师 它真的应该是没有拜拜的关系 所以没保比 他要去这次 没保比 所以你先看到 从中国公布的最新数字 我们知道特斯拉最大的市场 其实在中国 中国的数字看起来很漂亮 它都在成长 没有错 数字告诉你说 它内销11月卖了3万1千多台 外销也2万1千多台 总统5万2千多台 连续三个月都破5万 可是你看到我们这图表中间的部分 蓝色是总共的数字 你有没有看到 连两个月其实在下滑的 如果看内销或外销比较不准 因为它的策略是在中国上海的厂 有时候这个月会以内销出货为主 可能下个月可能就是以外销为主 所以以单每个月来看不准 可是我们要比较重要的是注意到 中国的品牌在崛起 所以这就是特斯拉它当下的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 帮我孩子人也会大汗 帮我孩子也会大汗 不是特斯拉在英文站在第一名 对 更注意到的 我一再提到比亚迪 它已经连续两个月 全球总销量超过特斯拉了 不是只有中国市场 是全球的总销量 那它最近一直在出包 有关当局在订它 到底在订它什么 好 那订的问题可多了 最主要还是安全的考量 所以你看它新公布的 这个软体的更新版 这个更新版也就算了 居然你又多内键三个游戏 拜托 你车子的这个 控制装置你内键游戏干什么 当然特斯拉说 没有 我要给乘客玩的 可是问题是 这个这么大一幕 就在驾驶旁边 驾驶如果今天我开个自驾 然后我这边点那个游戏去玩 这是一个很大 那它标榜的就是我的自驾 可以让你很放心玩游戏 当然 既然是自驾 我就是可以让你 他们自己这么说 问题是美国的主管机关 不这么认为 因为过去从2016年以来 因为你的这个问题 已经至少让12个人车祸死掉了 受伤的还没有算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你基本上就变成鼓励人家 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网友 YouTuber就在放这种影片 我一边开车 我一边玩电动 你看这是一个多大的 所以它被盯上是这个 当然对啊 但是这里的问题 但你不能说 这个它的车子有问题 可是真正有问题的就是 你一直在强调自驾 结果你这个监视器的 这个镜头的里面的PCB 居然故障了 而且一口气 500多个案例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大家也知道这个自驾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镜头去看路况什么的 结果现在跟你说会当机 那当机不就告诉你 突然你的车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而且案例多达500多个 那这个也是主管机关也在调查 你这个问题怎么办 不过你讲到这个 当然台湾有很多也是 特斯拉的这个PCB的供应商 可是还好 做这一块的都是中国大陆的厂商 所以台湾目前是OK的 可是比较大的问题是 你一直老是出包 人家又往上追 而且更重要的是 人家现在还有新的设计出来的 譬如说你看到 以色列这家新创公司就厉害了 告诉你我的电动车是可以伸缩的 尤其是如果今天 我车子太窄停不进去 我把它收起来我就停去 你看它这个画面 不是它本来没有这么窄吗 对 我本来开的时候我是比较宽的 可是要停车的时候 我可以把轮轴缩进来 一叉可以叉四五十公分 那不通 那轮轴缩进来 车子本身还是宽的一样 车子其实是没有变的 只是它轮轴缩进来 对 因为轮轴的缩点 我开的时候比较稳 我比较窄的话比较不稳 所以我要停车的时候 我就轮轴缩进来 我就可以挤进去 所以它号称的 正常车位它一格 它可以停四台它的车子 蛮酷的 对 而且它的售价不到台币40万 它其实车身本身就很小 但它为了比较稳 它车子是车子还是放在外面的 对 而且它售价很便宜 所以不只这样子 你看到德国的这个车子也很鲜 刚刚那个是这个横的缩 德国的这一台是长的伸缩 而且它可以三段式 你看到正常也是这样子 小小窄窄的一人座 可是如果你想要载人的时候 我把它拉开 后面就可以多载一个人的 还不止 你看到我继续伸长的时候 好像变形金刚 对 我还可以把货升进去了 所以它正常是160公分 身长多载一个人变190公分 最长可以到220公分 那它拉长之后就没看过是不是 对 你就动作敞篷车 可是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上面是太阳能板 所以它也可以接收太阳能在路上跑 所以让它的这个续航力可以增长 所以你看到人家现在也这么新创的 这么点子出来 那特斯拉你又一直出包 那你这被人家超越你就不要挽疼 好啦 创新来讲一下 电动车概念股 特别是在今天爆大量的是大同 大同高层突然传出闪磁 对 所以我想其实 不只做一年吗 对啊 而且 明光不才刚做一年吗 而且做得很好 你看从5月到多少到10月 其实都是创新高的 那为什么不做了 很简单 基本上跟金主的想法不一样 背后的老板说 你们要做的是什么 绿能还有什么 我们说的电动车 跟土地的资产活化 结果他们把前面两个搞得很好 那资产活化 他们说我们不熟 包含土董说这我没效 我要好好的做这个绿能跟电动车 可是对于王董来说 我去出一个人 我花这么多钱入主 所以我希望资产活化 大家知道 如果在中山北部你了解 大同大学大同 那一片是非常精华的地段 如果土地能活化 比这个还快 那就股价会跌吗 因为之前市场是反映 对卢明光的期待 对 而且卢明光出来说 我就要好好做 而且会一直干 那如果他不做之后 股价会跌 不要我们说 外资就先做了 这边是怎么样 先买 然后买到新高 接近快40块 去年这个时候是20块 涨一倍 涨一倍之完 开始出 出到今天还在出 而且破这个平台区 所以可以合理的去看 这个外资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外资 我是不知道 可是看到出现这样的消息 要做调节 要注意 做到电动车 我们来帮观众朋友 从技术面上来整理 是 量能退潮 越基线压力 成为盖头反压的 是不是应该要跑 对 而且我先请看一檔 我们的LCID 像美国我们说的 Lucid这台车 如果美股可以帮我敲出来的话 你看它的 Lucid Lucid 有没有 它基本上 你看 长黑K8 这个是 我们之前最看好的 所以大家看到 现在不只刚才提到的 特斯拉在跌 Lucid在跌 所以现在回到台股 这个六公格 回到公格 你看 如果没有量的 又再跌要小心 譬如说你看美期 这来处理 因为什么刚才陈姐提到 这一种所谓的 照理说它营收好 应该是 董林提到 这个业绩好像过高 业绩好像没过高 又在这个所谓的月线以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从大同 林阳 彭城 强茂 康普 这些 对 我就举美期吧好不好 美期吧要再跟大家讲一下 下面放融资 下面放融资 它其实外资没什么琢磨 可是大家要看到 基本上 这一波我认为是融资拱上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合理的怀疑说 主力 融资拱上去 可是一直在减碼 量能减碼又没有过高 我认为电动车 这边要特别留意 好 最后一点时间 钟宁 悬骨方向怎么看 悬骨方向 其实如果说 近期还是元宇宙 因为像之前的元宇宙 是不是在跌 那是老元宇宙 第一代的都跌了 但是它盘面上 刚刚有说还没结束 因为什么 又有新的在飙涨停板 又有第二代 有第三代出来 对 飙涨停板 连这个老盘的也说什么 它现在是元宇宙 它说它现在做的MR 但是这个比较不飙 那只要不飙的话 我相信可能大家比较想知道 这个比较温 这比较温 像这个 这个怎么做 我会做元宇宙的投资 它就要标股 对 要标股的话 其实如果说我们看这个 看这几支股票 其实我说真的 你看到这些股票 底部的时候都没亮 像这个 这个底部 比如说万序 底部不大 它不大50张 不大50张 忽然拉起来 但是我跟大家讲 如果说你看到这些股票的话 你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跳进去跟他一起炒 第二个 在旁边看 但如果说你敢跳进去跟他一起炒 那胆子比较大的 易高人胆大的 那怎么做 你知道吗 你就跳进去跟他炒 你说万序是不是 不是万序 一般来说都拉一倍 对不对 你要找 现在拉比较少的 比如说耗星 耗星 它如果这种投资股要拉 基本上拉一倍 拉一倍的话 其实像最近涨比较少的 就耗星 那怎么操作 跳进去 十日限破就停损 十日限破 跳进去 如果十日限破 就要停损 我不看宏达町就好了 宏达町已经 好 那看2498宏达町 那意思是要告诉你 就是你把它缩小 39块 有沒有跌破十日限过 十日限是水藍色 这一根 所以一破这个位置要跌 一破 你有没有发觉 破之后 对 这个地方破之后 你就要赶快出掉 就知道它可能要跌了 所以目前这个部分 那耗星来看一下 如果说以耗星来讲话 因为这是第一代 老元宇宙不管它 而且这好飙 这好恐怖 所以破十日限没有 水藍色这条还很远 所以你还要插 拉四層而已吧 我们刚看红达店 红达店拉了快两倍 所以如果说 拉四層这样而已 主力要拉基本上都是 所以这种股票你就是 你胆子要够大 但是该跑你要跑 对 就是十日限破 你就是眼睛闭着 趕快把它砍掉